但是这个滤镜我还是不满意 哈喽晚上好 啊下午好 哈喽因为这个点妆还没有完全花 造型也还没有完全乱 所以想趁这个时候让你们看一眼 目前还没有很丑的我 因为我的刘海其实今天没有夹好 你看一眼吧 中哈就让你们看看 现在这个点 因为过一会儿我的妆就花了 我没办法维持一天了 但是这个滤镜 这个滤镜好死亡 想去看看有没有明天可以穿的衣服 因为我今天的衣服其实也不是很满意 然后因为这边的衣服大多数都很OL 很糊吗现在 我这边看好清晰啊 你们那边看很糊吗 那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开的是流畅 糊吗 我这边好清晰啊 我把锐化关一下 我把锐化完全关掉了 有没有好一点 他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 什么时候能恢复原来的美颜啊 不然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直播大幅度下降 可能会因为这个直播滤镜的原因 大幅度下降 但是没有之前好看 虽然说现在也没有很丑 但是就是没有之前好看 对吧 之前还是有一种朦胧美 刚刚去吃了晚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就在这里给你们直播播 然后直播播之后 我等会就想去看看 有没有好看的衣服 但希望他给我发工资 今天不是要发工资吗 他如果没有发工资 我就没办法吃饭 没办法 买衣服 对 刚刚王热奇让我搜搜附近 那个有没有什么衣服 然后 然后我看了一眼 附近有一家香奈儿 然后王热奇 他说 即使 发了工资 我也不会去买的 我说我俺也是一样 俺也一样 对 你们都是提前发是吧 我们是延后发 今天的姐姐一直在夸我的炉顶好看 然后就没有给我垫炉顶 感到我的头发都不蓬松 我们15号发工资 今天都几号了 今天6号 对吧 6号还不发 对 5号周日 一般都五点钱会发吧 五点钱 我等着 我等着 不然我都没有钱出门 今天又不是 stuff给我发了四百块 这四百个粉丝买礼物的 那种旅行日记的礼物 两百块能买啥呢 两百块能买啥呢 一般礼物 大家想要 就是大家觉得什么 比较好一点 什么好一点 送钱有什么用 你们直接 你们 你们 你们你们花钱买钱吗 有什么意思 这好像还得你们花钱买 还是你们 竞拍什么的 花钱买钱吗 有什么用 还亏呢 竞价哦 答谢礼物 旅行日记的礼物 叫什么礼物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进价 那不行 那不行 我跟你们 买啥呢 有纪念意义的 可是珠海这边 也没有什么地方 让你们觉得 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买件大T恤 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 我都没有开 怪了是不是 但是他这个一上 一上来就 对 很奇怪 所以他几次 真的一张漫 就变成这样 就比这张白 它就很奇怪 而且 我擦去 蛮最新的 对 大家好 我没有了 不知道 没有聊到这个 没有聊到这个 给你们买什么礼物呢 主要是没有去哪里 主要是 我们今天也就 把这附近逛了一下 也没有去旅游 今天 买什么礼物呢 给你们买件香奶儿吧 那是不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买得起 我怎么买得起 听说也是在这附近 所以也就这附近 这些东西了 给你们拔个仙人掌 好吧 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看 给你们 你们喜欢卢慧 还是喜欢 新人掌 喜欢那个 给你们 我们这边有一片落地窗 不然的话 根本就没办法 给你们这样子 亮去播 我们房间算是 就很亮很亮的 一个落地窗 我们好像过来度假 也算是出来度假吧 这地方有点 舒服其实 换一个 这是美上的 这些有一个猫头 很卡 换这个特效 都在换特效玩吗 我也来看 我玩用特效好了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特效的 但是我觉得 它有点赏了 我眼睛疼 好夏天啊 怎么吃不到 吃不甜 还有什么好玩的 这个很像我 这个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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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海洛宋的 品封帽 今天这边的 斯大夫哥哥居然知道 我是从北京 去上海的 我说你怎么 知道这么多 他说 他说他 非常的 那个 非常敬业 我发现我还蛮适合金头发了 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别人说我不适合金发 金发的 都没有别的颜色的头发 我感觉在你们眼里 我是不是也没有黑头发过 主要是我从两头黑金头发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适合的 没有 还是说不起 还是说因为他 大家没有看过我黑头发的样子 所以觉得 所以觉得 所以没有人觉得我 不适合 因为我没有黑发过 都很漂亮 我发现我红发也挺好看的 对 所以等我这次的金发 腻了 我就去染个 染回上次的红发 嗯 这是什么 真的 你忘了吗 嗯 我不希望黑头发 发现刚刚有很多加纯 我不养头发的 那我这个金头发 这个可以证明吗 这个金头发 腻了就 就把 长个颜色呢 不漂了呗 因为已经是这么金了 不用漂了 直接染 小厨 我不要紫发 我没有紫发过 你怎么知道紫发适合我 我不要紫发 更奇怪了 不要紫发 因为紫发有点像是冷色系 嗯 我只能染红 我只能染那个 什么颜色 我只能染那种 粉丝会不会巴拉拉 小墨仙 虽然我喜欢 对我使得 染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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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自己的 适合 我很明白 我很明白 我自己适合什么 知道自己什么颜色好看 对 像蓝色的那种 我就不适合 因为暖色掉的 对 我的粉筋退成 纯筋了 蓝发 有点压人 有点压 压我的那个 那个人 因为我脸太小了 谢谢五成键上的奶茶 好烦 不是金色会显得 就是因为你的五官很小嘛 然后浅色会凸显你的五官 就浅色会凸显你的五官呀 本来我的五官就小 就眼睛很小嘛 然后就是脸也小 金色就会把你的五官衬出来 对 就你会 啊 喵喵来了 喵喵来了 但是如果我是黑色的话 头发呢就 就会把我的五官压下去 这样的话你也会发现 看不太清我的五官 对 就本来五官就小 你们看到我的脸变化吗 这个特效 是不是有点丑 这个滤镜是不是显得我好丑 还要来偷看一眼 看完之后发现 突然就不响了 我觉得目前为什么这个滤镜还可以的原因是因为有阳光 我现在面对着阳光 你们看一眼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落地窗 这个阳光晒在我的脸上 你说不好看也不可能对吧 好舒适 好舒适 要不就是完全没窗 要不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 像我们房间完全没窗 现在这又有一个大落地窗 对环境还不错 对环境还不错 舒服的 舒服的 我是不是最近胖了 你们看到我的脸收拾圆了 口音色也很好看 谢谢 高光可以压一压 感觉显得有点 油吗 我觉得我没有用高光 我是油 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这么油吗 因为熬夜会让我的脸 就是水油不平衡 然后我化妆的话就会 我化妆就起皮起得超级快 滤镜高光 怎么我看一眼 没有高光 没有高光 这也没有开滤镜 这是圆相机 不这是 这没有开滤镜的 没开滤镜 对也没有那个高光 我开了个磨皮盒 把那个锐化剪掉而已 要不要给你们试试滤镜 好不好看 我觉得还是不开滤镜好了 没有滤镜好一点 奶油是什么颜色 算了 这样吧 开了 我跟你们说 他们说拍vlog有钱 但是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拍这种东西 我就很 很不喜欢拍 拍东西 而且我也不喜欢自拍 我觉得我这趟出来玩好像没什么照片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自拍了 好像说是vlog有奖金 但是我实在不喜欢拍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 我也得克服 克服这个困难 但是 但是就是不喜欢吗 超级不喜欢的那种 还是得强迫自己拍 自拍 我觉得自拍不好看 对 所以都不喜欢自拍 尽力吧 有 有 有 那拍什么 有什么抖音的素材可以发给我 就是模板 就是那种抖音的模板可以发给我 我不知道拍啥 卡了吗 现在还卡吗 停下 衣服上 好了 你们有什么抖音模板可以发给我一下 就是可以拍的抖音 因为我现在也是不知道拍啥 要是有的话 我可以跟着那个抖音拍 我去方拍 又卡了吗 你好好上课 你好好上课 好 感谢观看